逛完了龙井的美丽花田 还可以到外埔区的三坎社区来体验一日农夫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三坎的优质作物与当地美景 社区发展协会今年是规划一日农夫游城 不但能够体验亲手拔菜 还有古早味的空谣 体验田间乐趣 而一旁休耕的田里满满的波斯菊 更是在外埔的市外桃源望悠谷 形成了一大片的粉红花海 现在不少民众前来拍照 希望借此吸引游客认识社区之美 沿着山泉水提岸走进田里 拿起刀子割下一把又一把的青江菜 这些全都可以免费带回家 参侃社区为了行销在地无毒农产 趁着到座休耕期办了一日农夫游城 可以体验夏田拔菜及传统控游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抢好康 那时候是不知道说有可以摘菜 只是想过来赏话 后来我就碰到那个老板 那老板就跟我介绍说 这边有青江菜可以采 采了两袋 反而不好意思采 我想要采一些回去煮一餐就好 老板就说可以尽量采没关系 里面我们有种植了青花椰白花椰 还有高丽菜 樱桃萝卜 它颜色的话就是桃红色 过年期间的话会比较有 比较喜气比较讨喜 然后它吃起来的话口感会比较细腻一点 我们社区有很多年轻人 他在农的地方 他非常坚持做无毒的这个区块 那我发觉这么认真的人 我们需要给他一点鼓励 所以社区就为他们办了 运用他们的无毒的农田 来做一个花海的一个规划 让很多游客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可以采到非常天然的食材的蔬菜 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 所以把我们社区的能够形象处境 跟着指示牌走进赏花步道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的粉红花海 农民在休耕期一共拨下五公顷的波斯菊 搭配外埔知名景点望幽谷 一望无际的辽阔景色 仿佛油画般的美景 也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 远道而来捕捉美丽画面 很漂亮一望无际 因为这边没有电线感 所以它的视觉效果就看起来很像一片大草原 现在新社那边 花海都说会塞车 我们这边不会塞车 然后大家假日可以来这边走走玩一玩 欢迎大家来采菜 一张张的精彩照片都是在这里拍摄而成 社区发展协会表示 一日农夫活动即日起到2月4号为止 但波斯菊花海预计在月底前就会结束 想要夏田体验与欣赏美景的民众 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李云轩台周桃报导